刚刚我们就是学了这个段落标签,是吧?P标签,以及P标签里面对应的什么呢? 换行声也是一个标签吧,啊,刚刚我们学了这个BR声,它是一个独立的标签,是吧? 咱学了两个标签,啊,一个P标签,一个BR标签,然后学了三个字符实体,是吧? 一个是空格的,一个是大一号的,一个是小一号的,是这样的啊,啊,咱就这几个东西,啊。 好,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说的是什么呢?就是其他的标签,啊。 那么,接下来说的这个标签是什么呢? 是关于这个快标签,啊,DIV标签,啊,大家有没有听说过DIV加SS,啊? 听过了,听过了吧,啊,那么这个DIV就是指的这个DIV标签,明白没有?啊,DIV标签,啊。 DIV标签的话,它是一个什么呢?快元素,啊,快标签,叫做快标签,啊,它表示一块内容,但是它没有语意,明白没有? 它就表示一块内容,但是它是什么内容呢?不知道,明白没有?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,啊,就是一整块内容,啊,这整块内容是什么东西呢?不知道,啊。 比如说我们刚才学的P标签,是不是有它的意思啊? 就表示一个段落,是不是这样的? 但是这个DIV的话,它类似于P,但是它没有语意,啊,没有语意,它就是一块的东西,明白没有?啊, 啊,好,这是关于DIV标签,啊,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? SPIM标签,啊,SPIM标签是什么意思啊?就是行类元素,啊,这个快元素,行类元素,后面我们会早中讲的,啊,大家先这么看的,啊, 那么它就是一小段里面的,啊,一行里面的一小段内容,啊,一小段内容,它也没有具体的语意,啊, 啊,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?这个东西主要是用在样式里面,我们在给样式的时候会用到,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标签,啊,好,快标签,啊。 好,这个是快标签,啊,快标签,啊,快标签,啊,快标签的话,那么它大概就是怎么写的呢? 那么我们的这一块内容也是要显示在网页上的,所以说我们的标签都要写在什么呢? 还是要写在body里面,大家记得,啊,都要写在body里面,是吧?好,比如说一块内容,比如说我拿一个DIV,是吧? DIV标签,啊,它就是表示一块内容,啊,这一块内容的话可以放什么呢? 比如说可以放我们刚才的那一段文字也可以,是吧? 比如说把这档文字放进去,是吧?都行,啊,好,比如说把这档文字放进去,啊,好,放这档文字,啊,然后的话我们跟它区别一下,比如说我们把这个PBI先烤过来,啊,看一下啊,把这个PBI先烤过来,啊,看一下啊,把这个PBI先烤过来, 对应的一个段落,是吧?这是DIV标签对应的一个,一段文字,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它的,这个效果,啊, 好,那么基本上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,是不是这样的啊? 大概是一样的啊,大概是一样的啊,那么如果说啊,多个的话,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啊,多个的话,如果是多个这个DIV啊,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去掉啊, 假如说这个空格没有啊,没有的话把空格也删掉啊,然后换行也不要 好,这里来两个这个P标签,是吧?来两个P标签啊,好,这里来两个啊 这里来两个P标签,再来一个,三个段落,是吧?好,如果我这里来,再来三个DIV,是这样的啊,来三个DIV看一下 DIV包着这个文字,是吧?DIV包着这个文字啊,好,再来三个DIV 好,这样,上面是三个段落,下面是三个DIV标签,看一下啊,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那么它们肯定有区别的,是吧?好的,刷新一下啊,现在大家看一下,这个三个,下面是三个DIV吧,看到没有? 这个DIV和DIV之间是不是挨在一块啊,看到没有啊?P标签和P标签之间之间是不是有什么?有这个控行吧,是这样的啊? 啊,所以说,P标签本身它也带样式的,没有没有,它有带有这个控行的样式,P标签是带控行的样式的,那么我们的DIV是不带样式的啊,默认是不带默认的样式的,看到没有?它是没有什么,换行的吧? 不是,没有空行的,看到没有?它跟P标签的这个区别是这样子的啊,是这样子的,这是关于这个DIV标签的它的一个特点啊,不带有任何的样式啊,不带有任何的样式啊,好,那么DIV的话是这样的啊,它表示一块内容,是吧?表示一块内容的话,既然它可以放一个文字啊,它实际上还可以放什么呢?DIV里面还可以放什么呢?DIV里面啊,DIV里面本身怎么办呢?它可以嵌套,是吧? 我们的标签的话,默认的实际上是可以嵌套的,是可以嵌套的啊,那么,嵌套的最多的实际上就是DIV标签啊,什么嵌套什么意思呢?比如说我这个里面,我可以放一个标题,是不是可以啊?这个DIV里面啊,下面这个DIV,我放一个标题,比如说是这个H1标题,是不是可以啊?好,这个H1标题是不是属于这个DIV啊?是不是属于这个DIV啊?比如说这是HTML简介,是吧? HTML,概数,是不是这样子啊?好,概数啊,好,那么的话,这个H1把这个文字包起来,下面这段呢,我可以怎么样呢?把它用P包起来,是不是可以啊? P包起来啊,好,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啊,好,这个换不换,这个什么呢?手黄缩不缩镜是什么呢?不讲究了啊,讲究这个手黄缩镜实际上是为了好看啊,缩镜和不缩镜都行,但是一般为了代码的好看,我们什么?就做一些手黄缩镜就好看一点,是吧? 好,大家注意到了,这个DIV是不是把H标签和P标签把它包起来了?是不是这样子啊? 那么一般的话,我们做嵌套的话,做这个标签的嵌套一般,用DIV用的比较多啊,DIV一般什么呢?就是把其他的东西给把它嵌套在里面,是吧? 那么,这个DIV是不是相当于包了H标签和P标签啊? 你说这个DIV它的大概是什么意思啊?它表示一块什么? 空间 啊,表示,对,人是表示一个空间吧 这个空间里面这个,这个什么意思不好说吧,是吧? 它表示一个标题和一个段落,不能说吧,是吧? 但这个则是包了一个标题和一个段落,明白没有? 那么这个就是,这个关于这个DIV标签的用法啊 DIV的话,就是包了这一个,这两块内容,是吧?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,是吧?刷新一下 那么的话,这是,它们两个是用一个DIV包起来的,是不是这样的? DIV包起来的啊,好,那么这个DIV就表示这一块内容 这一块内容的话,就同时包含了这个什么,H标签和什么 和一个P标签吧,是这样子的啊,好 那么你既然说这个DIV可以包起来,那么这个 上面的这个P标签可不可以嵌套呢? 就是这个P标签里面,我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放一个P标签,可不可以啊? 这里面我再放个P标签 是不是也,这时候也是那种嵌套啊? 那么一般我们建议不要这么嵌套啊,就是一个P标签最好就包一个段落就完了啊,不要P标签里面再包P标签啊,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啊,不建议的,因为如果这样包的话,就是可能后面会觉得样式会进不去啊,样式可能会进不去啊,一般的话我们一个P标签就包一段文字就完了啊,不建议这么嵌套啊,那么像这种DIV的话,我们就什么呢?可以,可以什么嵌套? 比如说DIV里面再包DIV是可以的,比如说在DIV里面,是吧?DIV里面我再嵌套包DIV,这个是可以的啊,可以无限制的嵌套啊,再包一个DIV啊。 好,那么你这样包有什么意义呢?是吧?那么有时候我们表达一些结构的时候会用到这种,是吧?DIV里面再包DIV啊,比如说这个,是吧?把文字放进来啊,好,比如说这个DIV,是吧?好,比如说这里一张文字也放进来啊,好,比如说这个DIV,是吧?好,比如说这里一张文字也放进来啊,好。 好,那么这么写是可以的,是吧?这么写是可以的,但是你这么写的话实际上是什么?没有什么语义了吧,是吧?没有太多语义了,你这么写的话,就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,到底是什么?实际上就是一大块内容里面包两块小内容,是不是这样的啊?大概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结构是可以这么写的,没有没有?后面我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怎么样呢?会大量的做这种嵌套的啊,那么大概这个时候只是做一个小演示啊, 这也是我们可以标签是可以嵌套的啊,那么做嵌套的最多的就是DIV的做嵌套啊,DIV里面可以包其他的东西,明白没有?啊,它是一大块内容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DIV标签啊,好,那么刚刚我们又说到的是什么呢? 还有这个SPAM标签,是吧?SPAM标签是干嘛的呢?它是什么呢?表示一行里面的一小段内容,啊,一行里面的小段内容,啊,也没有具体的语义,啊,一小段内容,好,那么,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,把这个,这个稍微的把它弄少一点吧,这个, 好,假如说就这个P标签吧,啊,P标签里面不能包P标签,那么也可以,但是可以包其他的标签啊,比如说我包这个SPAM标签是可以的啊,SPAM标签啊,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来,比如说把这几个, HTML,把这几个英文呢,我想用这个SPAM标签把它包起来,是吧?好,比如说我把它包起来啊,好,怎么包呢?SPAM,是吧? 然后的话,这个反斜杠SPAM,是吧?包起来了,好,包起来之后,那么有什么效果呢?啊,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啊,比如说这是第一个段落,是吧?第一个段落,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啊,好,我刷新一下,是吧? 好像没什么效果啊,这个地方是吧?是没什么效果啊,我刚才三大两行啊,三大一行啊,好,好像是没什么效果,是吧? 没什么效果啊,下面这个 DIV,这里多了一个 好,刷新一下啊,那么这个是没什么效果的,那么你没什么效果,你写这个有什么用呢,是吧? 那么这个写有什么用呢?啊,这个要用到什么?讲到后面的样式就有用了啊,样式就有用了,因为这个是吧? 确实,这么写确实没用,因为SPAM标签,它本身也不带任何样式,所以说你这么写是没有意义的,但是我们后面写样式的时候会有用的,比如说,我想单独给它一个样式,我可以怎么样?用SPAM标签把它包起来,然后我给SPAM样式,然后凡是SPAM标,包的这个东西都有这个样式,有没有没有?啊,这个意思啊,那么大概呢,只做个演示,这里暂时讲不了啊,我们后面讲到样式的时候再说,好吧?啊,好,它就是一行里面的一小话内容。 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DIV和SPAM标签,啊,好,接下来的话,我们来看其他的几个标签,那么这个的话,就是有一点什么,它的那个不同啊,啊,好,接下来的话,来看一下这个含样式和语义的标签,啊,哪几个标签呢?就是指的这四个标签,啊,这四个标签有什么用呢? 那么一般的话,我们在这个实际开发中的话,用它是用的,给样式,啊,那么它,我们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?实际上是,我们在什么呢?在面试中会考这几个标签,啊,面试中会考这几个标签,考什么呢?考他们的语义,啊,考他们的语义,好,比如说这个一言标签,大家看一下啊,一言标签的话,它是一个什么,行的元素啊, 这个元素的这个类型,我们后面会说,啊,大家先这么看着,啊,好,那么的话,它表示语气中的强调词,什么意思呢?比如说语气中的强调词,啊,比如说,呃,比如说,我问你们今天学什么,啊,我们今天学前端,是吧?那么前端这个词是什么?是强调语气词吧?啊,就是这个,啊,就是这个一言,是吧?那么,比如说,在座的,谁学了Python? 那么,假如说你强调我,你说,我学了Python,是不是这样的?这个我是不是强调词啊?啊,好,这个强调词的话,就用em把它包起来,有没有没有?啊,em把它包起来,这个的话,实际的,语义是这样子,但是实际看完中,我们不这么用,我们就随便用,有没有没有?什么随便用呢?比如说,我想给这个东西,加一个em标签,我就这么用就完了,啊,em,啊,好,好,我叫了em之后,那么要干嘛呢?实际上我加em, 是为了给样式而已,啊,给样式,实际上不是为了强调它这个语气词,有没有没有?不是为了强调,啊,那么你学这个有干什么呢?为什么要讲这个呢?这个是面词中会考的,面词中会考什么,em标签它的语义是什么?没有没有?那你就说一下,啊,它是表示语气中的强调词,有没有没有?但实际用的时候,不这么用,啊,我们可以结合em标签和i标签一起讲,啊,i标签的话,它怎么样呢?它也是行列元素, 它是表示专专业词汇,啊,这是它的语义,啊,比如说一个,啊,论文里面一个很专业的词汇,我们不懂,是吧?论文里面一个很专业的词汇,我们可以用i标签把它包起来,明白没有?啊,i标签把它包起来,啊,比如说这个地方,是吧?好,这个段落,它的用意然包起来,是吧?好,这个地方我用i标签把它包起来,啊,i,好,好,包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效果,是吧? 好,我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,啊,好,刷新这个页面,刷新一下,是吧?大家看一下这个是i标签包的吧?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变斜了,是吧?是这样的,啊,所以说i标签本身它带样式,什么样式,它有倾斜的样式,是不是啊?好,那么这个下面这个是什么?i标签包起来的吧?啊,i标签包起来的,它也是有什么?倾斜的样式,明白没有?它也有倾斜的样式,啊,就是把文字变成斜体, 啊,文字变成斜体,好,这是关于这个两个标签它的这个用法,啊,好,那么的话,这两个标签,啊,这两个标签的话,就是什么呢?人家最会考的就是什么呢?最喜欢考的是什么?就是,问你啊,意然标签和i标签的区别,啊,人家就喜欢这么考,是吧? 而且是比较难的,这个东西啊,还是比较难,一半的还打不上来,啊,如果没学的话,那么你可以说,哎,他们都可以变斜,是吧?是吧? 那么这不是区别,这是相同的,是吧?他们区别是什么呢?是吧?那你就说它语意就完了,明白没有?说它语意,啊,意然标签就表示语气中的强调识,是吧? 啊,i标签就表示专业识绘,啊,这是他们的区别嘛,明白没有?啊,就是在面试中会考,啊,实际中我们不这么用啊,就是想到哪里,用这个标签就完了,啊,想怎么用就怎么用,啊,好,这是关于意然标签和什么呢?i标签,啊,好,这是意然标签和i标签,啊,好,接着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?这个b标签,啊,这个标签是干嘛的呢?它是什么?它的,它也有语意,啊,它的语意是什么呢?是表示文档, 中的关键字或者产品名,啊,它是它的语意,啊,这是它的语意,啊,好,那么还有一个实状标签是干嘛的呢?就是表示什么呢?非常重要的内容,啊,这样一个意思,啊,好,我们来,来用一下这两个标签,啊,好,这个b标签,假如说我用到这里来,啊,用到这里来,比如说我用到这里,把这个几个用b标签把它包起来,是吧?好,比如说把它包起来,啊,比如说这个b标签, 是吧?这个,好,b标签包起来之后,来看一下这个效果,啊,看一下这个效果,啊,好,刷新一下,啊,那么这个是用b标签包起来,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什么,加粗了,啊,是不是这样的,啊,好,b标签呢,它的原意实际上就是为了加粗用的,是吧,加粗用的,那为什么有这个语意呢? 实际上这是达表三世强加给它的,啊,三五原来没有语意的,啊,达表三世强加给它,啊,说它有这个语意,有没有没有,说它是表示关键字或产品名,是吧,后面加上去了,有没有没有,啊,这个意思,啊,好,这是关于b标签,啊,那么用的时候就是,你想用到哪里,就用到哪里,就完了,啊,不用在意它的语意,在意它的语意的是干嘛的呢,就是灭尸头要用到,有没有,没有,它就是用灭尸头会用到, 啊,实际开发中就是,想用到哪里,就用到哪里,啊,好,那么,最后一个,这个Strom标签,啊,Strom标签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表示非常重要的内容,啊,那么Strom标签一般是什么,把一段文字把它包起来,啊,表示这一段文字非常重要,啊,大家注意了,这段文字很重要,然后我用一个Strom标签把它包起来,有没有没有,啊,好,那么用的时候的话,也不这么用了,啊,用的时候随便用,啊,比如说这里,有一段文字很重要, 啊,好,假设说的话,再来看一下,啊,哪一个P标签,啊,P标签,啊,如果说这段文字很重要,啊,好,这段文字很重要的话,我就怎么样呢?整体的用Strom标签把它包起来,啊,好,整体的用这个Strom,啊,然后是S-T-R-O-N-G,啊,好,然后是, 反斜杠S-T-R-O-N-G,是吧,好,这个相当于是,P标签里面,欠套一个什么呢,实券标签吧,好,相当于是,这一段文字是一个段落,是吧,首先它是一个段落吧,它有语义吧,是吧,然后它是一个段落,然后是一个什么段落呢,是一个非常,啊,重要内容的一个段落,明白没有,是吧,一个非常重要内容的一个段落,那么来看一下,它如何重要,是吧,来刷新一下,那么它是不是整体, 整体加粗了,是吧,整体加粗了,啊,就这个意思,啊,其实我们可以用B标签把它包起来,也是整体加粗,是不是这样的,啊,只不过用诗创标签呢,包起来的话,怎么样呢,就是,啊,表示这段文字,啊,这段文字就是什么呢,就是非常重要的,啊,好,就是关于这几个标签,啊,这几个标签,啊,那么强调一点就是说,标签的语义的话,大部分是用在面试上面,啊,实际上我们用的时候的话,呃,用的时候可能不怎么, 啊,不怎么注意,比如说这几个标签,我们就不怎么注意它的语义,用的时候随便用,啊,这个语义的话,实际上就是面试的时候会考,啊,这样子的,好,这是关于这几个标签,啊,那么也不是太复杂,可能大家要记着这几个单词,是吧,词状可能比较难记,是吧,好记吧,这个单词大家都认识,是吧,强壮,是吧, 啊,好,好,好,接下来的话,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语义化的标签,啊,为什么要说这个呢,实际上的话,我们有时候,有时候是要注意,要注意这个语义的,注意语义的时候,实际上是,这几个不用注意,啊,这几个我们是很少注意的,我们注意的是哪一些呢,比如说,我们前面学的H标签,是一定要注意的, H标签是表示标题,是吧,啊,表示标题,是吧,所以这个是比较要注意的,英国人,是吧,受语义的爬虫会去爬这个标签,明白没有,他去爬这个标签,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注意,啊,好,这个要注意,然后P标签,是吧,它是表示断络的,是吧,这个要注意,啊,好,后面我们马上学的什么呢,列表标签,啊,ULLI标签,以及什么,A标签,啊,马上学的什么,链接标签,是吧,链接标签,啊,好,比如说后面还有什么, 定义类的标签,啊,这些东西的话,大家要注意它的语义,啊,就是说,是这个语义的内容,我们就用这个标签来写,明白没有,啊,这个意思,啊,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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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是关于语义化的标签,啊,后面再讲页面的时候的话,我们怎么样呢,就是会再强调的,啊,再强调这个东西,啊,好,那么刚刚我们学的就是相当于是什么, 什么,这六个标签吧,是吧,六个标签,第一个,这个DIV是一个快标签,啊,快,啊,没有语义,是吧,然后这个试派也没有语义,是吧,然后这几个有语义,只是用在面试上面,啊,我们什么,平时用的时候是随便用的,啊,随便用,这样一个意思,好,这是关于这几个东西,啊,这个东西,啊,大家就是, 就是,可能也不是太难,啊,不太难,然后就是需要了解一下就行了,啊,可能这几个语义的话,大家可能需要,到时候如果是面试的时候要背一下,是吧,如果考到这一块的话,啊,这个语义可能需要背一下,啊,好,这是关于这几个标签,啊,这个标签,啊,好,好,那我们接着再往下说吧,接着往下说吧,啊,这几个标签,大家可能复习的时候再,怎么样呢,再把它背一下, 语义一下这个语义吧,好吧,好,好,接着往下说的,这个东西的话,就是,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,就是,我们在页面上插入图片,是吧,插入图片,啊,怎么样在页面上插入图片,啊,目前的话,我们只是在页面上放文字吧,是吧,嗯,好,那么页面上怎么放图片呢,那么就用到一个什么,图片的标签,是这样的, 啊,图片的标签,啊,好,那么图片的标签的话,呃,用在哪里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首先的话,图片的话一般是什么呢,外部引用的是吧,啊,外部引用的,比如说我的网页上面要放图片,怎么放呢,我先要把图片拿过来吧,啊,先要把图片拿过来,啊,好,那么今天大家新建一个文件夹吧,大家可以在文件夹里面怎么样,然后先把图片拿过来,是吧,我们可以,一般的话,我们放图片, 图片的话,先把图片准备好,怎么准备好呢,我们一般新建一个什么呢,imagics文件夹,明白没有,新建一个什么,新建一个imagics文件夹,啊,一般是这个文件夹是放图片的,imagics,明白没有,是吧,啊,imagics文件夹,啊,好,把它建好之后,然后我们把图片烤进来,是不是这样的啊,啊,然后的话,我给大家的前单课程资源里面有这个什么,图片资源吧,啊,图片资源,啊, 然后的话,这个,里面有个imagics,是吧,imagics,啊,我们考几张图片过来,是吧,比如说这里面有这些图片,是吧,啊,这些图片,啊,好,有这些图片的话,那么,我们这些图片呢,后面还会用到,啊,啊,比如说我把这个,002考过来,是吧,好,002.jpg,或者是我把这个,003-02.jf也考过来,是吧,啊, 好,关于这个图片的一些格式,啊,怎么用,我们后面在讲Photoshop的时候会讲到,啊,今天我们直接把它用,啊,好,把它复制,是吧,把它复制一下,然后的话,怎么样,到我的这个imagics里面,然后什么,粘贴进来吧,好,好,粘进来之后,我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两张图片呢,好,接下来的话,我网页上想操这个图片,怎么操入呢,我们来看一下,啊,好,我们来新建一个网页,是吧,来新建一个,啊,好,那么我放进来, 看来之后,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imagics文件夹,啊,看到没有,这个文档目录是不是比较清晰啊,是不是啊,啊,比较清晰啊,这么做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文档目录比较清晰,我们方便我们引资源,或者看文件的结构,是吧,好,我再新建一个文件,啊,好,比如说,006,啊,好,网页,插入图片,啊,点html,是吧,好, 存一下,好,存一下之后,那么的话,把它删了,删了之后,然后是,新建一个s5的文档,啊,网页插入图片,是吧,插入图片,好,那么我们在网页上怎么插入图片呢,那么,图片也是要显示在网页上了吧,所以说这个,呃,这个标签也要写在body标签里面,是吧,也要写在body标签里面,啊,好, 怎么写呢,那么就这么写,啊,它们是什么呢,它是一个独立的标签,啊,怎么写呢,就是,啊,img,是吧,这样一个标签,明白没有,img,啊,然后的话,它是一个独立的标签,啊,独立的标签,然后它直接是这样的一个标签,啊,然后的话,啊,它是什么呢,一个独立的标签的话,我们,我们知道有一个规划写法是怎么样呢,在后面加个斜杠吧,后面加个斜杠,啊,空格加个斜杠,啊, 空格加个斜杠,这是这个完整的写法,是吧,啊,完整的写法,啊,那你这么写之后,你到底要插入什么图片呢,是吧,这里好像跟图片没有关系,是不是这样的,好,接下来的话,我们插入图片怎么插入呢,那么用这个标签里面的什么,属性,明白没有,属性,啊,属性是什么意思呢,其实我们刚才也用了属性,比如说这个lng, 是不是这个shml标签里面一个属性呢,明白没有,比如说这个shml标签里面,它的这个lng属性是等于什么,en吧,好,那么我们用这个img标签,它有什么属性呢,它有一个什么,src属性,这个属性是干嘛的呢,它定义这个引用的图片的地址,明白没有,啊,这哪里去引这个图片,啊,好,引这个图片,啊,好,引这个图片,啊, 比如说,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双引号,啊,输入一个双引号,啊,好,输入一个双引号,那么的话,大家怎么写一个imgis,我怎么样写imgis呢,这个imgis是不是我刚刚建立的文件加名呢,是吧,好,我写imgis之后,啊,然后的话,打一个斜杠,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联想出来的一些东西啊,联想出来一些东西,啊,imgis,啊,好,放到这里, 来,它是不是联想出002.jpg啊,003.0.0.jf,是不是这样的啊,啊,好,大家,这个联想的话,就是我们刚刚,我们昨天装的这个插件它的功能,啊,哪个插件呢,就是这个,这个什么,AutoFileNail,啊,大家如果这个插件装好了之后,就会自动联想这个文件名,看到没有,如果没装好,这个地方出不来,啊,大家能出来,这个卡件就装好了,是吧,它自动的把我们这个文件名给联想了,是吧,好, 好,我这选择002.jpg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这样的话,这个图片是不是插入进来了,插进来啊,插进来啊,插进来啊,我们来看一下啊,好,我这个网页是不是有这样的图片呢,啊,网页,是吧,图片就插入进来了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好,这是关于这个图片的什么呢,这个SRC属性,是吧,啊,SRC属性,那么它是定义图片的地址,是不是这样子,好,那么关于图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需要, 要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Odd属性,啊,这个Odd属性是什么呢,就是什么,我们这个,搜索已经在搜索图片的时候,那么目前还做不到,搜索已经去认这个图片,他认不认是吧,比如这个图片上面画了什么,搜索已经还做不到吧,可能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做到,我知道这个图片上画了什么,目前是做不到的,那么搜索已经搜这个图片的时候,我怎么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呢,通过什么,Odd属性来定义,是吧,Odd属性怎么定义呢, 比如说在这里加一个Odd属性,啊,空个格,加个Odd属性,然后是等于什么呢,对这个图片的,图片的什么,文字描述吧,比如说这是一个水果图片,啊,水果图片,是不是,好,那么搜索已经在,爬虫在爬的时候,爬这个文字就行了,啊,这个图片是一个水果图片,明白没有,啊,它是通过这么认的,啊,这么认,同时它还可以怎么认呢, 啊,同时这个东西还有什么作用呢,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作用,就是什么呢,就是针对盲人的什么呢,毒品软件,啊,那么我们听过,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无障碍啊,无障碍网页,是吧,无障碍流浪,啊,无障碍流浪的话,就是说我们盲人实在也可以,啊,实在有很多的盲人用户,啊,布里网有很多的盲人用户,他们看网页,他们不是看网页,他们是通过听网页, 明白没有,那么听网页怎么听呢,实际上有一个读品软件可以读这个网页,是吧,文字它是不是可以直接读出来,那你图片怎么读啊,图片的话就读什么呢,读这个文字吧,明白没有,啊,图片就读这个文字,啊,所以说这个all的属性是很重要的,大家记得啊,这all的属性是很重要的,就是说如果说你公司的网页想做成无障碍的这种网页,记得一定要加上all的属性,是吧,记得一定要加上all的属性,是吧,记得一定要加上all的属性,保证你的网页在文字和图片 都可以,盲人图片软件可以读出来,啊,方便那种盲人的话,盲人来什么,浏览这个网页吧,啊,方便盲人来浏览这个网页啊,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,之前我的一个公司,他的什么,有一些什么功能没有加这个all,导致我们反攻了,啊,我们盲人的用户来投诉我们,说你这个网页我用不了,你的那个,我们那些按钮是用图片做的,图片的话没有加all的属性,导致他用不了那个东西啊,所以说我们就反攻, 然后怎么样,把这个图片全部加上all的属性,啊,大家记得一定要加这个all的属性啊,那么如果不加all的属性,可能一段时间可能会反攻的啊,盲人看不了这个网页,这样的,是吧,这是也是一个互联网产品,一个要注意的点啊,实际上我们的很多什么,互联网有很多盲人用户啊,大家可能不觉得,是吧,只要是我们碰到过了,啊,这样子了,好,好,这是关于这个all的属性啊,all的属性, 好,那么的话我们这样就插入进来的这样一个图片,是吧,好,那么如果说你想再插入一个图片,是不是这样子啊,那么的话再来一下,是吧,好,emerge,src等于什么呢,还是images下面的什么,这个比如说这个003-02.jf,是吧,好,同时的话我再加一个all的属性啊,比如说这是一个,这是一个动画吧,这个loading动画,反正是啊,loading动画, 好,那我再来看一下啊,刷新一下,这是一个loading动画,是吧,插入进来,是个gf动画,啊,好,那么我们的什么QQ表情,实际上都是gf动画吧,是吧,实际上都是这些图片,啊,好,这个的话就是关于页面上插入图片,啊,页面上插入图片,就这么插入的,啊,好,比如说我还可以跟您加个标题,是吧, 要标题的话,那么刚刚说了,是吧,是h1,是吧,这个是图片,啊,好,那么这下来是文字加图片吧,是吧,啊,这样子的啊,一个很简单的网页就做出来了,是吧,一个很简单的网页,啊,好,文字加图片,啊,这是关于图片的这个用法,啊,啊,那么图片的用法的话,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, 就是关于这个src属性这个地方需要说一下的,啊,说什么呢,就是关于这个路径的问题,啊,路径的问题,啊,刚刚我们在这里面写src 等于Imagic下面的什么,002.jpg,啊,那么为什么可以这么写呢,是吧,你这个Imagic指的是哪一个了,Imagic啊,啊,当前陌路下,是吧,好,那么实际上我们写的这个路径呢,相当于是什么呢, 它这个路径是箱的路径,啊,我们可以说是箱的路径,相当于什么呢,相当于我这个网页的这个地址去找的吧,好,那么实际上这个箱的路径实际上是完整写法,是怎么写的呢,实际上可以这么写啊,就是,点杠,啊,什么意思呢,点杠,什么意思呢,这个就表示当前目录下,明白没有,当前目录下,当前目录是指的哪个目录呢,指的我这个网页的目录, 我这个网页是006吧,啊,指的是这个目录啊,指的是,这个006,啊,指的就是这个目录,明白没有,是不是这个目录啊,啊,当前目录下,啊,就指的这个目录,这个目录下的什么,这个目录下的一个什么,Imagic文件夹吧,Imagic文件夹,就是指的这个目录下的,这个目录下的一个Imagic文件夹,明白没有,它里面的什么呢,002.jpg吧, 是不是这么写的啊,是这么写的啊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这个003-02呢,实际上也是什么呢,当前目录下的这个什么,Imagic下面的003-02.jpg吧,啊,好,这个是相对路径啊,相对路径,就是相对于我这个网页本身去找我的这个资源,是不是这样的啊,啊,这是相对路径啊,那么点杠这个,当前目录下这个点杠是怎么样,它是可以什么, 省略的,明白没有,可以省略的啊,可以省略的啊,所以说我们可以写的这个样子,明白没有,可以省略的,懂了吗,大家记得啊,有这个当前目录啊, 好,这个比喻说是,比如说这个完整写法啊,完整写法,完整的写法, 是什么呢,就是这个什么呢,就是这个什么呢,这个是src啊,src等于什么呢,这个,点杠下面的Imagic,是吧,Imagic下面的这个什么呢,002.jpg,是这样的啊,好,这样子啊,好,那么点杠可以省略,是吧,那么点杠,表示当前目录啊, 然后是可以省略,是吧,省略,可以省略啊,好,好,这是关于这个,啊,这个点杠,啊,那么有一个的话是可能是不能省略的,就是说,假如说我现在,我是这么,这么一个,什么呢,路径啊, 假如说是什么路径呢,啊,什么路径啊,这么一个路径啊,如果说我来看一下啊,这样子啊,好,如果说我这里面,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新建文件夹之后,我把html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啊,html里面啊,好,这个里面的话,我再放一个什么呢,再放一个文件啊, 再放一个html的文件啊,这个文件夹里面,我再放一个文件,留一个file,是吧,留一个file,然后这个假设是007吧,007,这个是网页图片啊,网页图片,路径啊,点,点html,是吧,好, 好,我把它存在这个里面来,是吧,好,存在这个里面来之后,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,我想插入这个图片啊,好,插入图片,比如说我这个images,是吧,images,然后src呢,我想插入这个什么呢,插入这个images里面的这个水果图片,是不是这样的啊,插入这个水果图片,好,这个时候怎么插入呢,好,这个时候的话,你看我的这个007,大家看一下,007, 这个是在什么呢,在这个,007是在这个html文件夹里面,是不是这样的啊,它的当前户录没有什么,没有图片的文件夹吧,它是不是,这个时候要跳出来啊,跳出来之后,然后怎么样,再到这个里面去找这个,这个里面呢,再去找这个图片,这个图片在这个images文件夹里面,是吧,在这个002,是不是这样的,好,那么这个时候的话,我就需要怎么写呢,就是写什么啊, 点点点钢,是不是这样的啊,点点钢是指的什么,上一级目录,懂了没有,上一级目录啊,上一级目录就表示的是,这个啊,好,正是同级目录,是吧,这是当前目录,上一级目录是指的什么,这个,没有没有,是吧,上一级目录吧,上一级目录下的images,是不是这样的啊,上一级目录下的images, 好,images,下面的什么呢,002.jpg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这样子就可以看出来啊,或者等于什么,水果图片啊,好,大家这个路径的,大家前面有学过吧,有没有学过, 啊,学过一点是吧,好,那么这个我,这里就好说了啊,好,这个的话就是,什么呢,就是上一级目录下面的,什么呢,images下面的,002.jpg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的栏,是吧, 好,这个同样可以出来,是不是这样的啊,这个是007,是吧,007,什么,网页路径的这个文件啊,是可以出来的啊,好,这个是关于什么呢,就是,这个,相对路径啊,相对路径的话,就是相对于自身去找这个资源,是吧,好,那么你如果说是,上一级目录,再上一级目录呢,那么怎么写啊,啊,再点点钢,是吧,点点钢,再点钢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上一级目录,再上一级目录, 是不是这么写啊,是吧,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这么写就行了啊,好,那么,我们这个不是这个,这个只有一级,是吧,好,如果上一级,上一级,再往上跳就行了,明白没有,用点点钢,往上跳就行了,好,这个清楚吧,好,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这两个文件都是什么,都是相对路径吧,都是相对路径啊,好,相对路径,那么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绝对路径啊,绝对路径是什么回事呢,就是相对于什么呢, 词盘的位置去定位文件的地址啊,这个是绝对路径啊,相对于词盘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假设说我这个啊,这个文件啊,这个文件的话,我想相对于词盘的位置去定位,啊,怎么定位呢,来看一下啊,这个水果的图片啊,那么它的位置大概在哪里,看一下啊,它的位置的话, 这里,没有啊,它不会在这里啊,它在c盘users下面的blur,然后是document,documenttop,然后这个地方,是吧,好,我可以把它复制过来,看一下行不行啊,复制过来,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啊, 再写个啊,是不是这样一个路径呢,它在c盘users下面的,是吧,这个地方吗,是不是这样的啊,c盘users这个地方啊,好,好,那么如果是这个地方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,可不可以显示出来啊, 好,这个显示是没问题吧,是吧,所以说这个显示是没问题的啊,那么在我的电脑里面是没问题,是吧,肯定是没问题的啊,那么如果说你放到其他地方,是不是有问题了,我们来看一下啊,好,那么这个,这个啊,那么特别是我们什么呢,如果说文件进行迁徙的时候啊,什么意思啊,比如说我这个网页啊,好,我这个网页啊,比如说我把它, 它怎么样呢,比如说我把它放到另外的文件里面去啊,比如说我考一份到你的电脑里面去,是吧,我考一份到你的电脑里面去,是吧,我考一份到你的电脑里面去,比如说这个时候是,讲中是,相当于是,到你的电脑相当于是,比如说我剪切吧,啊,剪切到你的电脑里面去,比如说放,讲中是放到你的桌面上啊,放到你的桌面上啊,然后你桌面上,然后你桌面上以后不要把文件加,是吧,不要把文件加,啊,好,不要把文件加里面我把它放进来,是吧,是不是可以放进来啊, 好,放进来的时候,这个时候我在看这个页面啊,看这个,在看这个网页啊,在看这个网页啊,在看这个网页的时候,这个时候怎么样,这个水果图片是不是出不来了,是不是出不来了,然后这个loading是可以出来,是吧, 为什么这个地方出不来啊,好,是因为什么,因为路径不一样啊,是吧,你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去找什么呢,好,你这个时候还是去找这个c盘user这个里面的这个002.jpe吧,我放到你的电脑里面,你的电脑有这个文件吗,有这个文件加吗,没有,是不是没有啊,是吧,你的电脑里面可能是另外一个user,是不是这样的,是不是另外一个user啊,好, 另外一个user,然后对应的这个地方去,肯定是去找不到的,明白没有,是不是找不到啊,找不到导致它怎么样,导致它就找不到了吧,是不是这样的啊,所以说我们什么呢,这个绝对路径是不是这个什么呢,兼容性不好啊,是不是兼容性不好啊,兼容性不好啊,是我们建议什么,一般是要做成什么,相对路径是吧,好,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就改成相对路径,是不是可以啊,好,那么这个文件实际上就在它旁边嘛, 是吧,是不是就是它旁边啊,是吧,它旁到那个c旁那个地方去找,找不到,是不是这样的啊,实际上就是它旁边啊,那么就在旁边啊,那么就在旁边那就是什么呢,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它的什么,当写目录下的什么呢,Images下面的什么,这个002吧,是不是这样的,那就是这个吧,是吧,然后这个的话可以什么,省略,是不是这样的,改成相对路径啊,相对路径之后,然后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,是吧,刷新一下,是不是就出来了, 是不是这样的啊,所以说相对路径是什么,建用性比较好吧,所以建议我们在什么呢,开发的时候一定要什么,用相对路径啊,不要用绝对路径,绝对路径的话只要是告诉大家,是吧,大家有这么个写法,明白没有,有这么个写法啊,大家一定要用相对路径,实际上我们平时用的时候,大部分就是相对路径啊,好,好,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啊,注意到一点啊,注意到一点啊,假如我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啊,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, 如果说这个名字改了之后,这个图片也出不来,是不是这样的啊,但是大家看一下,这个是不是显示这个水果图片的啊,这个是奥德属性,它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,如果你这个图片加载失败,它可以什么,显示这个文字的说明吧,这是奥德的另外一个用法啊,奥德另外一个用法,就是什么呢,可以显示这个文字的说明啊,好,好,这大概就是关于这个图片的这个一些知识啊,图片的一些知识,好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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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,好,好,好